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16 16个呢是腐腔穿刺 腐腔穿刺跟胸腔穿刺呢 有很多相同的步骤 四大穿刺呢 它都有很多相同的步骤 那么后面呢 老师会跟同学们进行一个总结和比较 那么我们在前面呢 先一个一个分开的学 还是一样的 要有一个一次性的腐穿包 如果没有腐穿包 你要知道腐穿包里都有什么 我们要背哪些器械 还有呢强调的跟胸腔穿刺一样 它也有一个固定的 所以助手帮你固定用止血钱固定的 所以你一定要拿上止血钱 万一万一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 忘了拿这个止血钱 那你就只有口述了 请助手用止血钱协助固定 那么就是你的考官呢 来帮助你一下了 那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就口述来代替一下 把这个把这个步骤代替出来 那么我们一起还是要看一下 腐穿包里边到底都有什么东西 好 那么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 这个一次性的腐穿穿子包里边 到底有什么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打开 还是先有一副无菌手套 对吗 然后有一个动筋 50毫升注射器 纱布若干 点腐棉球 可以我们之前 之前我们的操作呢 是要你在先用在下面消毒 然后再打开穿子包 那么也有可能可以是这样子的 它里边就自带了这种的消毒好的 无菌的棉球 那么你就用助手 协助你倒点腐在这里边呢 你再进行消毒也可以 只要不违反无菌操作 那么接下来看呢 这是一个 哎 抚穿针 跟我们刚才的胸穿针很像是吧 它前面也有一个这样的相比 那么我们穿的时候呢 一定先要把这个取下来 不要带着这个就可以就穿了啊 那么还是一样的 有夹壁器 在穿之前先夹壁 然后在抽叶的时候呢 把它打开 它有个双层的 你就记住 它后面的这个呢 一般是都是打开 如果是它新的话 一般这个后面这个都是打开的 你看一下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夹壁 或者是双层的夹壁都可以 5毫升注射器还是一样的 来抽麻药 打麻醉的 有一个棉签 最后要一个进行一个消毒 这就是整个的辅腔穿瓷包 那么你准备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一副无菌手套 消毒动筋 要有穿瓷针 纱布 5毫升注射器 50毫升注射器 然后试管试量 然后有点腐消毒 点腐和点腐棉球 进行消毒 这样的一个包 我们都看清楚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题目 患者男性40岁 已肝患者 肝硬化病人 现在出现了腐胀一个月 入院 住院已经腐胀一个月 查体腹部蓬龙 移动性灼阴阳性 行腹腔穿刺 放腐水治疗 移动性灼阴阳性 我们前面学过 一个体格检查的时候 扣诊是不是 那么移动性 灼阴阳性 提示什么呢 它的腐水量是比较大的了 要在1000毫升以上的腐水量呢 我们扣诊的时候 才会出现移动性 灼阴阳性 所以它的量是比较大的 要进行一个放腐水 减压的这样子的 缓解症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那么腐穿除了治疗性的 还可以是诊断性的 对吧 还可以抽少量的腐腔基液 进行送解 然后协助诊断 还可以是一种 打治疗的药物 比如说一些 结合性的腐膜炎 一些化疗的药物 打一些治疗性的药物 进入到腐腔里 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这是腐穿的一个适应证 那么我们这道题 考的是放腐水治疗 那么它一般呢 是要接到一个引流带上 光靠抽液可能是不够的了 它一般要接到一个引流带上 一个大量的放腐水 好 这是我们提干 给我们的信息 好 接着来看操作 还是要强调一下 要签同意书 一定要口述出来 给患者交代病情 解释操作的目的 签署执行同意书 煮排尿排空膀胱 充容的膀胱 很容易怕损伤膀胱 在操作前呢 煮排尿排空膀胱 然后戴帽子口罩 口述许首 一般来说我们考试 都选的是一个平卧位 在模拟人身上啊 你只有平卧位是比较还好摆放的 其他的姿势呢 不太好摆放 那么我们选的点呢 是一个 旗与左卡钳上级连线的中外三分之一 我们画一下吧 大概 那这是个胖一点的人啊 浮水嘛 两边比较大一点 那么这是卡钳上级 比如说啊 这是一个两侧的卡钳上级 肚脐 然后这是腹骨勾韧带 然后前面是什么 持股联合 对吧 腹部的体表标志要知道 我们提个检查会考的 对吧 这是一个浮水的病人 那么他的穿刺点是 这边是右 这边是左的话 他是旗与左卡钳上级连线的中外三分之一 那么他的这个穿刺点就在这里 那是不是跟我们的卖试点是正好相反的 卖试点是右卡钳上级和旗连线 这是左卡钳上级 旗连线中外三分之一 所以他也叫反卖试点啊 所以这个卡 记住了 这是第一个最常用的考试 如果没有指定 你就穿这里 这个平窝位 穿这里是最方便的了 记住 还有呢 有的时候呢 还可以穿哪一个部位呢 就是我们的旗与持骨联合 终点上方一厘米 不是在终点 终点上方这个地方是一厘米 上方一厘米 旁开1.5公分 这么一样一个点 这么一个点 旁开1.5公分 这两个点呢 也是经常可以作为一个穿刺点的这个部位 如果他没有指定 你就直接穿这个反卖式点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你在考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那个模拟人呢 在反卖式点这个地方已经变得颜色会有点黄了 是因为我们前面的考生呢 他在这里反复消毒 他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点 而且这个地方呢 会看到有很多针眼呢 所以说呢 是比较好定位的 那么我们就找这个反卖式点就可以了 还是一样的 常规的皮肤消毒 接着就是消毒啊 我们把消毒放在了前面 是开包之前 那么也可以放在开包之后 但是我们考点给的分数呢 都是在开包之前 先常规皮肤消毒 用棉签站蝙蝠棉球 进行常规的皮肤消毒 消毒三点 范围15公分 然后接着呢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一次性穿刺包 打开穿刺包 戴手套 然后呢 让助手准备2%的利多卡因 然后准备好了之后呢 铺动筋 抽麻药 进行一个麻醉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的 边看着老师开的这个包呢 我们一边操作呢 一边跟同学们讲一下 这个操作的过程 好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的 戴手套 扑动筋 然后打麻醉 打麻醉的时候呢 跟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排空气体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麻醉 先打一个小皮丘 进针呢 基本上是跟我们的皮肤是平行的 大概15度角左右就可以了 打一个小皮丘 然后垂直进针 把注射器放垂直 然后边进针 回抽 一定要先回抽 没有血液了 才可以打麻醉 如果你误入到血管里面了 你就要赶快拔针了 是吧 然后进针 回抽 打麻醉 进针 回抽 打麻醉 好 直到 哎 腹腔 对吧 然后把它 拔出来之后呢 要稍微要按压个一到两分钟 但是千万不要去揉它 知道吧 揉了后 它就在这个皮下呢 它就 一散开 一样压住就可以了 压个一到两分钟 这边呢 我们来准备这个穿刺 腹腔穿刺呢 还是一样的 要在穿刺前 切记切记 一定要先夹壁 夹壁了以后呢 我们再穿 但是这个腹腔穿刺呢 它不是像我们的胸穿一样 直接竞争的 那么它是要有一个有一个小小的过程的 怎么办呢 先左手拿着一个纱布啊 这样方便操作 先垂直进针 好 再斜行大概45度角或者到60度角这样的一个范围 斜行进针 进大概一到两个公分 然后再垂直进针 好 这是我们整个一个一直到有有一个落空感就进入到腹腔 可以进行穿刺了 我们再来一遍 好 跟着老师再来一遍 我们腹腔穿刺呢 如果大量的腹压 你不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穿刺呢 它有可能这个腹腹水呢 就渗漏出来了 所以它的进针是先垂直进针 好 跟着老师一起比划啊 斜行大概45度角 斜行进针 进一到两公分 然后把穿此针竖起来 再垂直进针 直到有落空感 这是整个腹穿 那么穿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道题目呢 它是要做一个引流的对吧 那么我们就接引流带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夹币器 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引流 如果是诊断性的呢 我们可以直接接注射器 用注射器 抽取我们需要量的这样的一个腹水 那么整个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拔针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的 先要夹币 一定是先夹币 然后再拔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要求我们的助手呢 用一个止血钳呢 跟我们的胸穿一样夹住这里呢 助手呢 帮我们固定一下 也可以 因为老师这里没有助手 所以呢 老师就提一下这一步就行了 那么在我们操作过程中 当我们穿进去之后呢 就要要求我们的助手 协助我们固定好这个穿此针 它就不要来回晃动了 避免损伤周围组织 那么在你拔针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夹币了 夹币了之后呢 一手拿着纱布 一手拔 然后按压 按压三到五分钟之后呢 再一次进行消毒 更换无菌纱布 敷料进行一个贴 覆盖和胶布的固定 胶布的时候呢 跟我们腹部的躯干的长周垂直就可以了 好 刚才跟着老师一起 把整个的腹腔穿刺呢 腹腔穿刺呢 大概的过程呢 我们捋了一遍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点 第一个呢 还是一样的 跟胸穿一样的 要夹币 要夹币 穿之前呢 一定先用血管针呢 进行一个把管道 进行一个夹币 然后再进行穿 左手固定右手穿 所以要反复的记住啊 左手固定右手穿 但是我们腹腔穿刺的时候 有一个路线 对不对 我们看 比如说这是 皮肤 上面是皮肤 下面是 一个壁腑膜 对吧 我们要一直穿到壁层腑膜 那么我们是垂直竞针 然后进行一个斜行竞针 大概一到两公分的斜行竞针 然后再进行一个垂直竞针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那么这样子呢 如果很大的这个腹压的时候呢 它这个腹水呢 是不容易滲漏的 是吧 它起到这样的一个封闭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第八个呢 打开夹壁器 然后现在腹水有流出来 用助手呢 帮助用止血针 固定这个针头 不用晃 胸腔穿刺 也有这一步 也要请助手帮忙固定 末端接引流带 因为它是一个放腹水治疗 我们末端接一个引流带 然后拔针 拔针完了以后 按压 对 按压 穿刺点 大概是三到五分钟 进行一个按压 最后再进行一次消毒 纱布 覆盖 胶部固定 那么我们都反复强调了 它是一个移动性 灼阴阳性的患者 大量放腹水 那么在术后 胶带 注意事项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忘了 这句话 要用腹带 加压 包扎 否则它那个腹腔内的压力 骤减的时候呢 引起血管的扩张 容易引起一个休克 对吧 要加 要术后交代的时候 要用腹带 加压 包扎 然后平握 一到两个小时 进行一个休息 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操作的过程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事项 首先第一个呢 在操作前 除了一系列常规的准备之外 我们俯穿药 交代病人去排尿 第二个呢 穿前 夹臂 抽叶前 打开夹臂器 那个夹臂器 你要时刻在脑子里 有一个警醒的状态 不能让它直接跟外面的空气 接双相连通 对吧 所以说穿之前 一定要先把它夹臂 二一个呢 我们反复强调了 要斜行竞争 一到两公分 对不对 那个斜行竞争 一到两公分 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我们也叫迷路竞争啊 是不是那个路线很复杂 所以它也叫迷路竞争 我们再次强调 不要直接垂直一下 砸进去 它是比较复杂的 有一个迷路竞争 先垂直 再斜行 再垂直 最后 大量放浮水的话 一定不要忘了 术后胶带 用多头腹带 进行加压 包扎 然后防止一个血管扩张 浮压 骤降之后呢 血管扩张 会引起一个休克的 对吧 那么血 血液都跑到了外周了 是吧 最后呢 主病人 平卧位 那么针孔呢 是向上的 平卧位呢 我们刚才那个体位呢 它平卧位的时候 针孔就向上 如果是个侧卧位的话 那么我们也要求 相反的方向侧卧 始终保持 它的这个针孔呢 是向上的 这样防止一个浮水的漏出 肝硬化病人呢 一次放浮水的量呢 不要超过3000毫升 那么第一次放液 不超过1000毫升 那有的时候 学员有的时候 就会问老师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 经常会放到 3000 4000毫升以上啊 为什么你说 不要放3000毫升呢 那么因为我们 在临床工作中的时候呢 病人呢 是经过大量的输蛋白 白蛋白的 是吧 在输入大量 白蛋白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适当的 多放一点水 甚至放进都可以 但是我们考试 就以这个标准来 记住啊 首次放液量 不超过1000 然后以后 每次放液量 不超过3000 这个数值呢 有的时候 考官追问你的时候呢 你要记住 告知患者及家属操作的目的 并取得患者配合 签署知情同意书 主患者操作前排药 戴帽子 口罩 口述洗手 患者取养卧尾 穿刺脸于其 于左卡前上级连线 中外三分之一焦点 常规消毒皮肤 以穿刺点为中心 由内向外消毒 二至三遍 直径15公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穿刺包 戴吴俊手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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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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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五卷洞金 2%利多卡因注射液自穿刺点皮肤至腐膜B层行逐层净润麻醉 2%利多卡因注射液自穿刺点皮肤至腐膜B层行逐层 检查穿刺针加臂橡胶管末端 左手食指中指固定穿刺部位皮肤 右手持穿刺针经麻醉处垂直刺入皮肤后 然后以45度到60度角斜行刺入皮下1到2公分 再垂直刺入直至抵抗感消失 助手用血管前固定针头 诊断性穿刺时松开夹子 用50毫升注射器缓慢抽取适量基液 如腐腔穿刺放腐水治疗 可将橡皮管末端接引流带或引流瓶 输液夹调节放液速度 放液后拔出穿刺针 按压穿刺点 穿刺点再次消毒 无菌纱布覆盖 胶布固定 大量放浮水后 用浮带加压包扎腹部 主患者平卧休息1到2小时 大量放浮水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